另外要来看到中和区的集穗国小创校将近60年了 现有的校舍非常老旧 日前已经拆除进行重建 预计第一阶段的工程除了盖教室之外 还会有250个汽车停车位的设计 预计会在105年的10月份会完工 新北市综合区继穗国小 日前举行老旧校舍改建 既供购地下停车场动赌典礼 工程分两期进行 第一期工程相信县地上五层楼 共88间教室 以及地下两层停车场 将有250个汽车停车位 以及122个汽车停车位 工程经费大约5亿6千万元 大家今天都很开心 都期盼一个崭新的校舍 能够赶快的来落成 今天举行我们鸡翠国小 新建工程的一个动土典礼 请动土 第一阐开地平安新建顺利 第二阐电机速的根基底固 第三阐 今时有故 电机成功 本次的新建工程 我们的总经费 有5亿6千多万 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工程 工程完成之后 我们可以提供250个停车位 解决原山地区附近居民有关停车的困扰 我们第一级工程总共兴建三栋大楼 那总共有86间教室 未来的校舍改变以往 东西塞这种问题 让这个风能够很自然的吹过来 那减少西塞 影响学生的学习 新北市中和区继税国小 创校将近60年 现有校舍老旧 新校舍将具有通风采光捷人的绿建筑功能 将在105年10月完工 到了第二期工程 将改变校门位置 缩减校地 震慑人行道 提升学生行得安全 中家新北新闻综合采盘报导